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身为偶像应当能够应付各种场合 不过第一次来到这种大家聚在一起的茶会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一点点小紧张呢 放轻松放轻松 我听出来他紧张了 超级紧张 这次茶会呢不仅小派蒙回归啦 而且我们还特地邀请到了两位大家期待已久的嘉宾 可依的配音演员花阿琳 和巴巴拉的配音演员宋圆 一起来到了我们这次的茶会现场 嗨 把我给兴奋死了 好 自我介绍呢还是应该让你们自己来说 那就来吧 旅行者们大家好呀 我是可莉的配音花琳 然后第一次来茶会我也很紧张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是花琳 谢谢 大家好呀 我是巴巴拉的配音演员宋圆圆 我现在已经手足无措 手无足道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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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捂着脸好了 手捂着脸了 就 大家好 好 那么 好 旅行者们好呀 我是你们的老派 不是老派 派萌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派萌的配音演员多多 有段时间没有见到大家了 再次回来很开心 感觉时间真的过得挺快的 然后现在我们一眨眼就已经来到了1.6版本了 对啊 现在好像都已经是5月底了 夏天也快来了 那么说起夏天就是 蓝天大海 呃 阳光沙滩 你们说的这些好像 都会在我们的1.6版本里面啦 哇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全新的1.6版本PV吧 好耶 新团长 肯定要请假 有自然们 嗯 说起来 我也该兑现诺言 配可丁炸鱼了 嗯 肯定收到一封好可怕好可怕的信 要去一个地方 不不不很重要 你绝对不能输给大火王 随着海浪的起伏哼歌 我觉得 是非常浪漫的事哦 明明存在着未知有危险 却因为神秘 要显得免贵 嗯 倒在蹦蹦炸弹 嘟嘟可 还有我自己 来啊 好 邪惡的红色女孩 你终于来了 你敢敢面对我 勇气可嘉 虽然值得敬佩 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神之眼的持有者逝去之后 神之眼也会逝去光芒 为了发掘强者 也是为了让神之眼重唤光芒 我就举办了男十字舞斗会 你的半决赛对手 名不见经传 却是一匹黑马 那颗神之眼 居然不见了 每逢风暴降临的时候 自然的声音就会变得嘈杂 风 快要来了 雲野 叶敏 如果当初七神心中各有标词 将神之眼赐予终生 那如今的雷之神 是对这个行为产生怀疑吗 总有一天 我也要从他那里 获得永恒的答案 前往稻妻的海路很不好走 风雨无时无刻不再咆哮 在无尽雷暴的前方 可能是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途 看完这个PV之后呢 估计大家心里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疑问吧 总之呢 新版本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节目中给大家一一讲解的 那么现在按老规矩啊 节目的第一组兑换码 来了 我都会在节目中 飘摇风雨中 独物思故乡 这把刀 是我与故乡唯一的联系了 哇 这就是元神开服之后的 第一位从盗妻而来的角色吗 从衣着上就感觉 跟之前的角色很不一样呢 对啊 虽然风源万叶是盗妻人 但是目前她暂时被收留在 北斗大姐头的船队里面 然后偷偷告诉大家 万叶目前呢 还处于被盗妻务辅通缉的状态 被通缉 为什么 对啊 难怪 难怪她说 她的那把刀是她与故乡唯一的联系了呢 又与故乡回不去 可怜 所以还请大家替她保守秘密 她的身上似乎是背负着 一些有点沉重的过往 对啊 虽然她看上去是一个云淡风轻的少年 但是听上去就好像非常的危险 很有故事的感觉 感觉与她的这个看上去的年龄完全不符啊 这样不是更好吗 更好的 更好的 少年 而且她说话的方式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诗意 怎么说呢 万叶倒更像是我们的旅行者 她是一个四处游历的人 她喜欢观赏山水 静听风声 对于她来说啊 大自然就是她最亲近的家园了 哦 风源万叶 她的这个性听上去跟她身上的那个风叶也很搭呢 就是有一股很自然的气息 对的 万叶在游戏里的实际表现呢 也能够很鲜明地表现出她与自然和风之间的关系哦 首先 她的神之眼自然就是风元素啦 使用武器为单手剑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一下万叶的其中一个待机动作 就会发现她会拿起一片叶子贴近嘴唇 闭上双眼 太帅了 微微地吹动着叶片 特帅 一阵清风徐徐而来 轻浮着她的一百语发丝 哦 这么可爱的少年 太会了 太会了 这就是少年感吧 不好意思啊 跑偏了 说点正经的吧 万叶的元素战技呢 千早震 会将敌人与物体牵引之所在位置 并击飞范围内的敌人 并且可以藉由产生的气流腾空而起 当通过这种方式处于空中时 万叶的下落攻击会变成具备特殊效果的攻击招式 乱蓝波指 下落攻击造成风元素伤害 并在落地时产生小型风穴 牵引附近的物体和敌人 又是一位下落攻击很有特点的角色呢 就是他在空中可以释放这个技能吗 没错 点按一下元素战技 就可以在空中放出千早震 长安蜿蜿的元素技能 还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 造成更高的风元素伤害哦 天哪 这个动作太帅了 太帅了 尤其是他那个收刀一下 我看到元元已经在这里做这个动作 没错 万叶还具备了一项天赋 叫香文之剑法 如果释放元素战技时 接触了一些其他元素的话 那么此次下落攻击的乱蓝波指 就会发生元素转化 并且额外造成一定比例的对应元素伤害哦 万叶的元素爆发名字呢 叫做万叶之一刀 这一刀施展之后 会造成风元素范围伤害 而且万叶的刀锋啊 会留下名为流风秋野的领域 这名字也很好听哦 也会对其中的敌人呢 造成间歇性的风元素伤害 跟元素战技一样 这个领域啊 也可以染色 转化成其他的元素属性 我好期待哦 这个很好看哦 很好看哦 哇 这种风叶 就是飘来飘去的环境 真的好好看 我特别喜欢 是的 而且还能染色 就好像那种大自然的调色诗一样 万叶的另一项天赋 风物之诗勇呢 会在万叶触发扩散反应之后 为队伍中的所有角色 提供对应元素伤害加成 万叶的探索天赋 松风霞丽 则可以让队伍中的角色 冲刺时体力消耗降低 我又心动了 我要带上万叶一起去旅行 这感觉真的好棒啊 很方便 是啊是啊 那么有关万叶的情报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啦 这里呢 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 角色祈愿的相关信息吧 1.6版本当中 首先出现在活动祈愿的 是我们稍后要介绍的 海岛主题活动的主角 可丽 来咯来咯 而我们刚才介绍的 到期少年 风源万叶 将会出现在 后一次的活动祈愿当中 好耶 我们的小可丽又回来了 除了新角色呢 新的五星单手剑 仓谷自由之士 以及新的四星宫 优业华尔兹 也将会出现在 新版本当中 那么接下来 又到了大家非常喜欢的 原魔环节 有请在1.6版本当中 登场的新魔物 魔偶见鬼 闪亮登场 所以这个怪物 也是从盗窃而来的吗 看上去 他的面具啊 什么的 也都不像是 来自蒙德或者是黎月 而且他手里的那把 应该是太刀吧 没错 魔偶见鬼的核心呢 在于他的影子 当血量下降到 一定程度之后啊 就会进入到 影子附体阶段 在这个阶段内呢 他的攻击 会变为风元素攻击 同时啊 大部分的攻击 都会附带影子 进行协同攻击 影子攻击 就可以既带有 风元素 又带有冰元素了 所以 大家不仅得要小心 来自本体的攻击 同样也要 回避他的影子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自带扩散反应 听上去就是个 麻烦的对手 感觉好可怕 你们注意一下 他的面具哦 那可不只是装饰品 这个面具呢 会在非攻击姿态下面 自动格挡远处的攻击 所以想偷袭的那些人 偷袭 还有这种面纲 要快速的击败他 就堂堂正正的 近身发起攻击吧 和这个魔偶见鬼 在夕阳下的海岸边 来一场决斗 会不会很带感 对哦 那就很有不少电影啊 那个 好像动画里边 都会有那种 武士的宿命之战的感觉 可恶 好像让他加入我的队伍 这么牛的技能 我也好想有 来了 去忽悠他 谁不想拥有呢 好了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 魔神任务的更新预告啦 耶 耶 哈哈 本次魔神任务全名为 镇秀秋风问红夜 红夜 你们一听就知道 这跟谁有关了 肯定是万夜咯 对啦 这么说来 万夜是到期来的 难道 噓 在正式前往到期之前呢 肯定需要一个 合适的契机啦 还记得钟离跟我们说过的话吗 到期现在可是处于锁国的状态 没有那么容易进去的 没错 而且离岳港好像还有一个从到期一路飘扬过海淘过来的小姐姐 那么如今的到期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太平哦 这就不好说了 总之呢 我们目前还缺乏足够的信息 需要能够指明方向的人来告诉我们如何前往到期 这次呢 我们还是为大家准备了新剧情的截图和对话 让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组吧 好 南十字舞斗会 是我举办的比武大会 会有很多想要一展身手的人来参加 比起什么舞斗会 我们更想知道要怎么去到期 到期 你们想要去那个地方吗 哎 你们觉得这个北斗的这个舞斗会 它会成为去到期的契机吗 我觉得 可能 万一也说了那可能会 是吧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打赢了才能 才能说这个事情吗 我觉得打不赢了 我知道呀 你说自己就那么没有信心吗 舞斗会感觉特别好玩 是啊 是我感兴趣的 是吧 你就知道 好时机 打打杀杀 打打杀杀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截图吧 和你们的难以知信相比 我的这点能力 简直微不足道 不依靠神之眼 就可以驱动多种元素力的人类 还有味道无比复杂 不知来自何方的神秘生物 不要用味道来评价我啊 哎 那你们猜猜 万叶的这个能力是什么 很难说 我猜他是个画家 怎么会想到画家的 他不是可以 就是调色染色吗 他发招之后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那种 画家 然后在那个战场上舞文浓墨 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你的想象力好特别 花铃他猥琐地笑了一下 不是不是 我就觉得那个 太萌的味道 太萌的味道 是什么味道呢 有点在意 好 不要在意了 让我们赶紧来看第三张截图吧 前往稻妻的海路很不好走 风雨无时无刻不再咆哮 我还有一句告诫 在无尽雷暴的前方 可能是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途 你们看万叶说的那句话 有没有觉得 这是在暗示我们 到期的旅程会充满危险呢 什么雷暴啊 咆哮啊 什么的 听起来就很恐怖 或许呢 目前到期的情况 还是有些捉摸不定哦 但我想 这并不会阻止 各位勇敢的旅行者 包括圆圆 你也很勇敢的 对不对 在新的旅途当中 结识新的伙伴 跨越种种的险境 相信我们的旅途 也会更加精彩 那么关于魔神任务的内容呢 我们也就聊到这里了 先给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 第二组兑换毛 好 欢迎回来 还记得我们1.6版本的名字吗 圣夏海岛大冒险 没错 这次呢 我们要去一片神秘的海岛地区 进行探索 而这次探险的源头 要追溯到 可莉收到的一份 署名为嘟嘟大魔王的神秘来信 信中这个大魔王啊 威胁要把嘟嘟可 从可莉身边夺走 为了守护小可莉和嘟嘟可 我们自然是要挺身而出 寻找遥远的嘟嘟王国 同嘟嘟大魔王较量一般啦 你说的这个嘟嘟大魔王 他是哪一位 他好吃吗 还请大家允许我卖个关子啦 这一切呢 还是等到大家来亲自体验嘛 总之 我们在海岛地区的探索即将开始 接下来呢 就让花铃来给我们讲讲 海岛地区的探索内容吧 好的 这一次的海岛地区 会是一个全新的区域 考虑到海岛的情况呢 为了便于旅行者们探索 我们也在不同的位置 设置了一些特殊的锚点 可以召唤出海岛地区的 特色交通工具 浪船 哇 就是刚才在视频里 看到的那个船吗 那是不是可以进到 别人的世界一起开船呢 可以哦 天呐 大家赶快叫上好朋友 一起去海上开船兜风 我最喜欢开船了 对的 那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大家就可以四处探索啦 海岛地区不仅有一些新的采集物 还会有新的解谜机关 需要大家使用和之前不太一样的方法 来解开藏在海岛地区的宝藏 在探索的途中呢 也会有一些新的世界任务哦 这里呢 我就不多多剧透了 感觉还是要给大家留一些神秘感 让大家自己去体验的时候 会更有意思吧 听见没有 多多不要剧透 对的 而且新的区域总会有新的风景 那么大家拍照的时候呢 又有更多的取景地可以选择啦 对的 那探索的部分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做吧 在探索的途中 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挑战 通过挑战可以赢取丰富的奖励 奖励 奖励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海岛地区的挑战玩法吧 第一个活动是 站船 主炮 开火啦 开火啦 耶 对 这些魔物呢 它在海上建造了营地 嘿嘿 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肯定是不可以手软啦 开着我们的浪船 对着营地 开炮吧 砰砰砰 对 一些比较脆弱的哨塔呢 你开爆 开开开 开爆 开爆 对不起 一些比较脆弱的哨塔呢 通过开炮就可以把它打掉了 不过也有一些哨塔是你无法清除掉的 需要大家离开你的船 然后腾空而起 来进行灯塔作战 旅行者们加油啊 一定不要吝啬火力 对 冲啊 对 听说呢 还有一些营地会有屏障 这种东西 需要大家寻找别的手段来把它击破 同时 营地附近还可能会存在危险的漩涡 大家刚刚也看到了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要搞到最后船毁人往 太可怕了 可以把别人的船挤进漩涡吗 我有点想试试 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危险 有小心思 我们要love and peace 好 然后我们说一下第二个玩法 那就是 其实就是大家开着船的冲浪竞速赛 不过这个比赛会分成海上的航道 还有空中航道两部分哦 竞速的过程中呢 你要留心收集一些那些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个波浪文章 亮晶晶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背开说的很好吃 但是可不可以不要飞只开船啊 因为这个对吧 众所周知 我最不擅长的就是飞了 但是开船我真的很擅长 不可以 你必须两个都要进行 总之呢 你的挑战时间 还有波浪文章的数量 都决定了最后的竞速的分数 所以大家快来海上进行的冲浪吧 我来说一下我们还有第三个玩法叫 武士魔王决斗啦 啊 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怪物吧 就那个很酷的叫做魔偶见鬼的那个家伙 哎 他难道就是写信给可丽的那个神秘的嘟嘟大魔王吗 那么 究竟他是不是传说中的嘟嘟大魔王呢 是不是呢 哎嘿 是不是呢 啊 总之 这个玩法就是要打败这个看上去很厉害的这个家伙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阶段 还有一个玩法 叫做 雨球 爆弹 炸飞啦 哦呼 要扔雨球炸弹啦 哎哎哎哎哎 怎么就扔炸弹了啊 就算不在蒙德城里面也不能玩火 不不不不是啊 是我们要打怪物啦 这个是玩法的规定啊 哈哈 在这个玩法里 嗯 我们可以使用效果不同的三种雨球爆弹 然后来清理掉海岛上的这些魔物的营地 怎么样 要不要一起来试试看呢 哈哈 必须得试试吧 好 总之呢 前面提到的四个阶段的玩法呢 都是随着我们活动剧情的推进 然后逐渐开放的 完成前面提到过的部分玩法呢 就可以获得亮闪闪的漂流物 还有迷你雨球 然后用来兑换给大家准备的奖励哦 其中一个奖励是四星的法器 嘟嘟可故事集 还有和往常一样都是保送满精炼的哦 哇 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武器 就像可力一样呢 哎哎哎哎哎哎哎 对对对 然后这一次的奖励呢 还有一件北路原胚之侠 打开之后大家可以任选一种武器的原胚 记住啊 是所有的武器类型中任选一种啊 所有 对 你可以任选一种啊 哇哦 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新摆设的图纸放在里面哦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兑换哦 哇哎 必须到 对了对了我感觉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还没有告诉大家呢 嗯是什么是什么呢 被你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琴和巴巴拉的那套新衣服啊 没错那这次大家看到的那那两套衣服呢也是我们游戏里第一次出现的角色的衣装其中琴团长的衣装海风之梦将会在游戏内的商城中上架并开放购买还会有限时特价活动哦 而巴巴拉小姐的衣装闪耀协奏则则可以通过在另一个现实活动回声清绪中收集回声海罗兰免费获得 免费吗 真的吗 免费的 免费的 啊终于可以给角色换衣服了 而且还有白嫖这种好事 是的 所以这个装扮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来临取哦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喜欢喜欢 超喜欢的 看来这次两套我全都要了 那说起来 这个回声清绪的活动是什么呢 啊在活动期间呢 海岛地区会散落一些奇妙的回声海罗 你把它收集后呢 不仅可以听到隐藏在海罗里的故事 还能够在收集数达到一定数量后获得奖励 哇 这个界面也太好看了吧 而且还是会冻的 好多鱼哦 就像在水下的感觉 摸鱼 水下摸鱼的感觉 好吧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海岛探索 然后跟我们一起在海岛上度过美好的时光吧 好 那么我们的海岛上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挑战 还会有一些其他有趣的玩法 比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个活动 砰砰魔球总动员 这个活动呢 就是跟我们跟那个发球机关 魔球嘟嘟宝的较量 就是从这个长得汹汹的城堡里面 会发出很多不同样式的魔球 大家要做的就是运用光盾来回击魔球 就能够对它 对这个魔球嘟嘟宝造成伤害了 达到一定伤害值的时候 它会发怒 发射魔球的频率就会提升 还会有更高的几率发射特殊类型的魔球哦 不过这个家伙也是可以被打爆的 打爆后呢还会再刷新哦 限定时间内击败越多的魔球嘟嘟宝 你的积分就会越高 哦这个机关有点意思哦 可以跟朋友一起打吗 好像是可以的哦 多人状态下面呢 队伍当中的玩家数量为两人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起了那个双人挑战 双打耶 哇双打 刷刷刷 而且感觉这个魔球也非常的可爱 那是不是不同的关卡就会有不同的魔球呢 嗯是的 然后挑战中呢 还可以拾取一些妙妙果实 然后让你的挑战更加的顺利 完成活动呢 可以获得活动道具 神秘齿轮 然后用来换取一些奖励 其中呢 还有活动的专属名片 专属名片 我一定会到手的啦 我给你们讲 对对对 打球超厉害的 话不要说的太满 好 对了对 哦对对对 我们还有一些不知好歹的怪物们想要攻上海岛 在现实活动无尽驻战开放后 大家就可以一鼓作气击退他们啦 还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海岛 玩法有这么多 嗯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击退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击退吗 这种活动好像一般都会有什么特别的buff之类的吧 诶诶诶 诶诶诶 老玩家了哈 老玩家 功夫 对的 首先我们的活动呢 是可以选择难度的 难度越高 所获得的积分倍率就越高 同时呢 怪物里面有一些很强大的狂热敌人 活动场地也会降下来一些气势 气势把盘 然后可以击破狂热敌人 以及用雨球击破气势把盘 都可以获得大量气势 气势到达一定程度后呢 就会解锁更多的增益效果 可以帮助大家顺利通过挑战啦 嗯 不过这个活动的场地呢 是分散在海岛的各处哦 每个挑战都有不同的关卡特性 也会有不同的气势祝福效果 你们一定要记得流行观察一下 就边散步边观察呗 除了海岛地区的一些活动玩法呢 今天还有最后一个要介绍给大家的 挑战活动 风来人见斗启弹 这个活动的玩法呢 这名字就很神奇是不是 这个活动的玩法呢 其实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 不过考虑到我们还是有不少的新人玩家 就由我来给大家再说明一下吧 嗯 在这次的挑战秘境当中呢 会有三个强大的首领怪物等待着我们去挑战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挑战的难度以及附加的异能 也就是挑战的各项条件了 条件越苛刻呢 难度越高 成功挑战之后啊 获得的积分也就越高 那这次要挑战的应该就是图上这三位吧 纯水精灵 古炎龙溪和新登场的这个魔偶见鬼 没错 首次通过挑战都是可以获得手通奖励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挑战积分每到达一个新的阶段 也都可以解锁对应的奖励 如果大家有兴趣挑战更高难度的怪物的话呢 也不要忘了来看看哦 这个我们的老玩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新人们也不要吝啬的来挑战吧 好的 好的 好了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也要带给大家1.6版本的系统优化内容啦 好 还是让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来给大家做一下解读吧 第一项优化 是在大家使用冒险之证 来寻找要讨伐的怪物时 讨伐完毕 就会自动追踪下一个了 只需要在地图上确认位置 不用再反复进入冒险之证来追踪 大家就可以更加愉快地刷刷素材啦 这个我喜欢 下一项优化呢 是给大家在PC端游玩时提供了新的快捷键 按O可以快速进入好友页面 按L可以快速进入队伍配置界面 可以为大家省去一些繁琐的操作 太方便了这个 另外呢 在游戏内的秘境入口界面 我们也增添了秘境的详细的情报显示 其中会包括怪物的配置预览 然后挑战详情 来帮助大家 尤其是那些可能对秘境环境 相对还不是太熟悉的玩家们呢 提前做一些准备 更好的完成秘境挑战 顺便一提 大家在秘境中啊 选择直接离开秘境 传送到其他地点的时候 也不会再谈出挑战失败的界面了 这个好耶 好 除了以上提到的系统优化内容呢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更新 就是之前已经跟大家承诺过的 角色入驻成歌湖的功能 本次更新后 在完成引导任务 翠时气域湖其二后 我们可以在已有的角色内 选择最多八位 入驻到成歌湖内 入驻之后呢 也会获得对应角色们的 好感度的提升 哦 还可以提升好感度啊 好像很不错呀 嗯 不仅如此啊 在成歌湖的 动天仙丽等级提升之后 入驻的角色 在家园里的好感度提升 也会加速 另外 每一个角色 也是有自己喜欢的 摆设套装的 如果收集其对应套装后 放进家园 而此时这个角色呢 又正好入驻在成歌湖里 就会收到 来自入驻角色的一份奖励哦 解锁跟对应角色的 对话事件 好耶 可以太棒了 解锁互动了 感觉这个湖 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哎呀 项目组的同学们呢 一直都是致力于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对吧 成歌湖的系统内容呢 还会在未来继续更新 我们也会根据 玩家朋友们的实际需求 不断地提升系统的可玩性 和便捷性的 好了好了 到了这里呢 就赶紧放出今天给大家准备的 最后一组兑换码吧 那么在节目正式结束之前 我们还特别留了一个小彩蛋给大家 就在今天 我们的邮箱收到了一份 来自道七地区的特别投稿 什么特别投稿 来自道七 既然大家都这么好奇 不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心里面都说了些什么吧 好呀 旅行者 久仰大名 不胜荣幸 道七神里留胎刀数揭船 神里灵华 请多指教 或许 你已听说了如今道七封锁的现状 但即便如此 在蒙德和黎月活跃的旅者的世纪 也已成海风 传之道七 不知这位如此出众的旅行者 将会以怎样的方式 踏上道七的土地呢 到时候 若能在木漏茶室与你相会 品一壶热茶 或是对一番棋局 真是令人期待 那么 在你正式到来之前 就由我 来为你对道七稍作介绍吧 这里是海祈岛 岛上植株茂密 颜色奇异 岛的中央是珊瑚宫 被外圈的山体与瀑布包围 与道七城所在的名神岛相对 海祈岛 远在道七群岛的另一端 旅行者没准能在那里 见到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不过 眼下的珊瑚宫 正是对抗掩寿令的反抗军大本营所在之处 恐怕 详细的情形 只能容我们在道七相见时再续了 接下来是青赖岛 据说这个岛上曾经发生过某种灾难 岛屿的中心被横长的雷暴覆盖 形成了奇异的地貌与景观 此岛名为鹤观 是一处被迷雾覆盖的神秘岛屿 许多年来都不曾有人踏足 在道七的一些隐秘之处 还掩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奇观 比如这棵生长在山中的巨树 主盖已成空洞 但树梢上却长着形似鸟语的奇特叶片 在另一处幽暗之地 植物生长成了有为自然的形状 看上去似乎封印着某种扭曲植物 最后向旅行者介绍 道七最大的神社 名神大社 名神大社 出立于名神岛的影像山顶 远远望去 雷音锦簇 花团繁茂 亦如名神永恒 如何 旅行者 虽然此番简介稍显仓促 但等你来到这里之后 便可亲自审视当下的道七 如果说 能有一人来改变道七现在的局势的话 失礼了 那么 旅行者 我会在道七城 期待着与你正式相见的那一天 不知道今天的这个彩蛋 大家还喜欢吗 一直以来呢 元神都在努力为大家创造一个架空的奇幻世界 盼着玩家们可以暂时忘却现实中的纷繁复杂 获得更愉快的游戏体验 相信在道七还会有更多新的内容在等着大家 今天的特别节目到了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期待着在之后的节目里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版本情报 那么拜拜咯 拜拜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